现在要谈全面解封 当然是言之过早 不过方向是往松的地方走 全面解封海藻 防疫政策松紧拿捏不能大意 14日新增两立本土 感染源不明的双北家庭群聚相关 再加一 另一名确诊者则是住在基隆 但是在台北五分埔工作 令人担心的是 个案CT值仅是3.1 病毒量高 同样感染源仍带离清 各案持续疫调追感染源 截至目前国内仍有三条感染源 待离清的传播链 金定序也有新进度 双北的家人亲友的群聚 这一起定序结果出来 是属于淘基相关的序列 跟我们这个机场清洁人员的 这个最初的这个个案的 全基因序列只有相差一个位点 金定序抽丝剥茧 才能进一步厘清传播链 控制疫情接种疫苗也同样重要 目前国内新冠疫苗涵盖率 第一剂达8成3 第二剂7成7 但追加剂只有4成6 2021年约510万人 大规模接种第二剂 专家试景保护力将在 2022年3月开始消退 如果第三剂接种再不加快九步 群体免疫力实在堪忧 那这个是指二剂疫苗失效 所以如果没有打第三剂到 这个五月大概就会掉到 刚才讲不到五成 我们现在第三剂打了46.63 所以到五月中 我们现在大概有两个月 那我相信到那时候 我们不要看说 一二剂还残余的效力 就看是第三剂 它都会超过这五成 推股保护力方式各有不同 但追加剂接种速度牛步 无疑是松绑路上一大绊脚石 欢迎讯送据黄佩涵台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还原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